大蘇曼寺 大蘇曼寺位於青海玉樹的狼謙園境內 是康藏地區最大的加馬加珠寺院 建址至今已經有七百多年歷史 由於歷史原因和自然因素的破壞 蕾金馬原本用土木結構的大電 早已殘破不堪及及可危 在一場特大風雪之後 蕾金馬大電很多條的主糧斷裂 殿堂頂部搖搖欲墜 殿裏面的牆壁大面積剝落 好多面的牆身裂縫中環嚴重變形 蕾金馬隨時都有倒塌的可能 竹巴凌波車為了重建蕾金馬極盡艱辛四處奔波籌款 為了佛教事業 他不顧自己身體的健康捨身亡命 2003年4月 在無數功德主的善心幫助下 重建蕾金馬工程終於啟動了 慈悲的蘇曼竹巴凌波車 以遣宗及物宗教法隨緣道化眾生 全心致力在魂法利身的佛行事業 近十幾年來 竹巴凌波車兼負重建大蘇曼子的重任 在大蘇曼子建造了蘇曼爾傳中心 八行佛塔收行者的禪房 蘇曼新佛學院 和重建蘇曼大紅寶殿禪金馬 在大家無私的支持下 歷時十載終於實現完成 寺廟進行最後裝金頂的工序 即是表示禪金馬大紅寶殿整體重建完成 我們可以看到大殿入口處 它有四米高的四大天王唐卡 殿裏面供奉三磚十六米高的大佛像 分別就是賢登佛、釋迦佛、尼納佛 每磚佛的背後都有莊嚴的背光 都是鑄有十一種瑞獸 其中包括有大盤金次鳥、大象等等 收藏在大佛身中的主墨 是在三年前經當地政府申請許可 在蓮詩聖地精心挑選木材 全方方乾三年 由巨德大修行者 用鋪過大超紙、釋迦茅尼佛的金粉 書寫經文和深咒 然後用錦段包裹 經過竹巴寧波車重經之後 收藏在三尊大佛之中 整個過程十分嚴謹、仔細、莊嚴樹盛 除了佛身裝藏了主墨之外 佛座下面也會收藏很多珍貴的法寶 主要是護法的經 各種藥材和最好的五谷雜糧 不同的寶石、本尊的多瑪、財神的多瑪 諸佛菩薩像等等 人類覺得最珍貴的東西 都會收藏在佛座裏面 代表是累積功德、供養佛菩薩 南華他們在所有入藏的經書 都經由西藏紅花水洗刷一次 風乾之後 再用五色布和湧線包紮 寧波車會為這些收藏品重經加持 禪金碼會供奉大藏經一千多套 其他的經書有十萬多套 不同的本尊心經有百多億套 大蘇曼寺一樓主墊 主要是舉辦每年136日定期的大法會 早貨和晚貨共修 還有不定期的大法會 大電二樓分別為金剛薩多墊 蘇曼本尊墊 諸佛菩薩殿 還有外來寧波車和法師住所 三樓是閉關中心、藏經閣、共燈房、火供房 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殿 四樓是家諸傳承祖師殿、結夏安居殿 五樓是大寶法王住所 十三密族立體壇成殿 新佛學院佔地五萬四千一百二十二平方米 新佛學院主樓建築有三層樓高 中間用作是廣經大電 左右兩邊是庫樓 而閃房分別有兩層和主電相連 總共有108間房 每一間房住四位出家人 二樓是圖書館、課室和堪布房 三樓是用作大寶法王住所 來自四大教派的寧波車 和各地六百多位出家中 都會在蘇曼佛學院學習和研究佛法 學院有幾位堪布任教 其中大堪布有四位 新佛學院將會開設 藏文、英文、中文三種語言課程 來到大蘇曼寺佛學院學習的學生越來越多 原本有的住房已經難以滿足需求 慈悲的竹八寧波車 在蘇曼寺的山坡上 興建了三十六套明亮的禪房 安置了一百多位出家中入住 希望修行者安住在這裏之後 可以收集佛法早日成就 重建禪金馬過程之中 竹八寧波車帶領增重、同心協力 克服種種困難 多年來得到各位善心佛弟子鼎力捐助 現在的工程終告圓滿 這一個確實是一項 滿載各位支持者無量功德的工程 多謝你們的參與 我們共同成就了這個偉大的佛教事業 祝大家身心康泰萬事勝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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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